其实女生要有 你是俩孩子妈 来吧 一起进十秒 老婆 我以后会改的 以后会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但我 你之前对我 之前的态度有多好 现在呢 然后你对我的态度有多差 你自己也 我想考虑考虑 毕竟 我以后做做过做过 分担分担家务 还会给你做一杯子饭 希望你能相信我 那就是看您的表现了 我一定会改的 好 请亮灯 回去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开门 我坚信啊 就是现在的女性 一个妈能独立地把两个娃 带得有点规模的女人 修理一个男人起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就想你那个 带两个娃最累的时候 你是怎么咬着牙 给扛过来的 你都用在她身上 分分钟她就完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爱情保险期 有网友提问说 我结婚两年了 与她父母同住 出现问题呢 一直是我吵架 她逃避问题冷处理 哪怕我回娘家 一个多月 她也不主动联系我 过年呢 我们都是各回各家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 我是否应该离婚 我发现自己忍受不了 这种没有温度的婚姻 我该怎么办 为什么一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吵架 一个人躲 不能两个人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呢 想要婚姻有温度 首先要做一个 有温度的人 祝你们幸福